花蓮市公所为了感谢零四零三大地震后 迅速协力的NGO团队 日前由市长魏佳彦逐一颁证感谢状 感谢他们同心协力帮助当时饱受惊吓的受灾户 也为这个社会带来安定力量 零四零三大地震后来自全国的NGO团队 迅速集结进驻位在花蓮的第一线灾区 不仅提供受灾户有私密的栖息场域 也安抚灾民的身心灵 为了感谢他们的善行义举 花蓮市公所日前特别邀集着24组协力团队 办理经验交流分享会 并由市长魏佳彦逐一颁证感谢状 设置我们的安置站的时候 真的很谢谢大家鼎力的一个协助 那才能让花蓮市公所的一个安置站 很快的可以成立 那在这边其实感谢的人太多 那今天一一的请我们所有的单位来 让我们制正一个感谢状 那对于我们这个灾后的一个检讨 跟一个未来能够改善的一个部分 我们都尽全力的来做一个改善 那当然是希望不要再有灾难的发生了 那真的再次的还是要谢谢我们所有的协力团队 那也希望说此后不要再有灾难 但是我们所有的防灾的意识 我们都会彻底的来做执行 跟彻底的来做演练 跟彻底的来做预防 市长魏佳彦表示 这是帮助的团队太多 无法一一表述感谢 但全体人员的牺牲奉献 都已经升职在施工所及华联市民的心中 对于灾后的检讨及改善 也会持续向各单位学习请益 希望不会再有灾难的发生 记者徐立琴华联市报导